中国女人呢,一旦怀孕,自然就想到要结婚,于是,萧海洪向刘志阳摊牌,要求结婚。 结婚,必然会查询婚姻历史,萧海洪坦白了,曾经结过一丝婚,只维持了三个月。 对此,刘志阳却表示不能接受。 刘志阳是农村出身,对于女友不知处女和别人同居的经历。 内心深处就颇为不满。 只是,两人尚且没有谈到谈婚论嫁的地步,他没有公开地表示出来。 相处期间,萧海洪越来越表现出强势的地位,对刘志阳忽来何去,后者感到自尊心很是受伤。 其实,萧海洪也许真的有些鄙视刘志阳,认为他处处不如自己。 后来推测,萧海洪可能认为自己结过婚又有疾病,不适合找条件太优秀的男人,所以他才选择了自己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刘志阳。 他认为刘志阳应该不会计较这些过去,毕竟贫不择期嘛。 萧海洪没有想到的是,刘志阳当然也会选择。 发现怀孕后一个月,两人一次吵架的时候,刘志阳突然提出分手。 你为什么隐瞒婚事? 这不是欺骗我吗? 我不是告诉过你,我和男友同居过,这和结婚有什么不同? 你明明是找借口,就是要分手。 不是找借口,我老家不一样,我找二婚的女人,会被全村人笑话的,我爸我妈最要面子了。 你放屁,这种事儿,你不说我不说,你爸妈不说谁会知道? 哼,最起码我知道。 你露出真实的嘴脸了吧,现在都什么时代了? 国外男女关系都是什么样了? 你还搞着一套愚昧的东西? 你要是一开始说建议,为什么要跟我同居? 现在孩子都搞出来了,你又说这种话? 分手不是不可以,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? 我也不知道,该怎么办,就怎么办。 听了这句话,肖海红勃然大怒,上去就撕扯他。 刘志阳只能抓住他的两只手,将他按在沙发上。 肖海红的手被控制住,就用膝盖踢了刘志阳的下踢。 这一下踢得很重,刘志阳疼得松开手,在沙发上缩成一团。 肖海红顺手拉起一把水果刀,你要是对我和孩子这么无情,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 刘志阳的当部剧痛啊,恼怒之下也说,你,你寻死是你的事情,别用孩子来威胁我。 随后,他拿着自己的电脑包推门而走,去妹妹家借住了。 其实啊,刘家本来就不太赞成,刘志阳找一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。 以刘志阳的条件,找到同样农村出身的同龄女大学生,还是不困难的。 何必找一个有这么多问题的女人呢? 况且,肖海红条件是不错,家里终究也是普通老百姓,不是什么大款或者大官,不值得儿子牺牲一辈子。 此时刘志阳却开始心软了,他对肖海红还是有感情的。 肖海红对他也一直很体贴的。 同居的时候,从不让他做家务。 更别说,毕竟肖海红的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 犹豫不决之下,刘志阳回了老家,通父母说了这件事情。 父母并不赞成儿子,找这样的女人,仍然让他自己决定。 不过,父母嘱咐他。 志阳啊,要么你就和他结婚, 要么就打掉孩子再分手。 千万不能分手,却留下这个孩子呀。 不然以后你结婚了,他会用这个孩子来骚扰你。 无穷无尽的,你娶了谁都过不好啊。 刘志阳犹豫再三,最终决定还是结婚算了。 对此,父母和妹妹们也没有反对。 就这样,刘志阳又住回了同居的屋子,两人继续生活。 只是,他对未婚妻的过去还是颇有芥蒂,经常提到此事。 要知道啊,肖爱红本来就是一个曾经患有抑郁症的人。 这种病,最怕受到连续性的刺激。 于是肖爱红又有些之前的症状,情绪逐步失控。 他也感觉到,可能要发病,却控制不住自己。 一次两人激烈的争吵,肖爱红自知打不过男友,竟然使用自己的防狼电棍惦击了刘志阳。 女友下手如此凶狠,刘志阳大怒以后再次离开,发誓不再回来。 出门以前,刘志阳让肖爱红把孩子打掉,此时是十月底。 这次大闹以后,肖爱红认为,结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。 她在国外生活过,看到过很多单亲妈妈,在国外,社会福利很好,单亲妈妈一样可以将孩子养大。 所以,肖爱红不愿意打掉孩子,要自己生下来,做单亲妈妈。 对此,刘志阳就不能接受了。 且不谈肖爱红会不会未来用孩子纠缠她,她也不想生一个没有结婚就生的孩子呀,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。 为此刘志阳,多次电话劝她不要生。 我们分手了,你生她就是害她,生起来,她就没有爸爸。 中国不是外国,而且,其他小朋友知道她没有爸爸,也会嘲笑她的。 固执的肖爱红没有被这些劝说所打动, 反而认为刘志阳是不愿负任何的责任,开始极度的仇恨她。 之前肖爱红的婚姻虽然破裂,前夫小鹿对她尚且留有余地。 离婚的时候,小鹿曾私下给了肖爱红一笔钱,让她用作未来几年的生活, 还嘱咐她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她帮忙。 所以,肖爱红对小鹿还是有几分情的。 此时刘志阳要分手,还让她打掉孩子,在肖爱红看来实属冷血无情。 一些女人呢,思维本来就极端,加上肖爱红又有抑郁症, 逐步出现了病态的仇视心理。 她认为自己就是被刘志阳白玩了,开始幻想如何报复她。 此时,我们再回到开始讲的地方。 表弟李欣看到手持水果刀的肖海红,大吃一惊。 不过呀,肖海红不是杀李欣灭口的,而是准备割腕自杀。 李欣健壮,奋力夺过表姐手中的水果刀, 焦急地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肖海红讲述了她的故事。